在处死李秀成之前, 曾国藩曾命李秀成写了一份口供, 而后将李秀成之供词抄录, 一面上报清廷军机处, 以备查考, 一面在安庆客印公开提作《李秀成供》, 亦有作《鹤腹金陵贼党供招者》, 原稿藏于香香荷叶堂增加老宅, 秘而不宣。 随着太平天国灰飞烟灭, 以及与其对立的大清王朝灭亡, 此事本来告一段落, 想不到民国建立之后, 另一批农民造反启示和革命口号又心形起来, 弘扬之乱开始被一些人拿来作为革命的先驱和样板, 加以鼓吹仿效, 于是一股太平天国史研究热潮, 在军阀混战, 枪炮隆隆的中国大帝悄然升起。 据罗尔刚说, 在抗日战争前, 著名历史考据学者陈寅克先生, 得看过《李秀成》自述原稿, 他对人说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布, 必有不可告人之隐。 其实, 何止曾国藩不肯公布, 曾家后人也同样不肯公布。 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 于1936年6月, 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共作序, 曾以委婉的言辞向曾家后人提了意见, 希望他们及时发表原供。 孟森的话可说是代表当时社会上 对曾家收藏, 李秀成自述原稿, 不肯公布的舆论, 可是曾家后人并不理会。 1944年, 曾国藩的曾孙、曾昭化, 因在广西工作的关系, 经过家庭会议, 才勉强答应广西通知馆派人前往抄录。 后来那个抄本和十多张照片, 一再排印和影印出版。 罗尔刚所说前往香香荷叶堂增加 抄录李秀成共的人, 是广西通知馆秘书吕吉义。 吕氏根据流传本与曾氏家藏秘本两相对刊, 补抄下了流传本 被曾国藩删除的五千六百余字, 并摄影十六页返回广西。 经罗尔刚鉴定研究, 确定曾氏秘本属于真品, 被删内容正是对曾国藩和香军极其不利的语句。 1951年, 罗尔刚《中王李秀成自传原稿兼正》一书, 由开明书店出版。 书中提出了李秀成《伟祥说》, 认为《中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将为伟祥中会固制, 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大业。 1957年, 该书曾定本依然持伟祥说, 就在罗氏的观点如羊群里窜出一头教驴般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冥想之时, 却遭到部分学者的阻击。 1959年, 史家赵诗远指出, 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 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 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此后, 史家任书义认为, 李秀成在生命最后十几天的言行, 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 其性质是妥协投降。 对于假详和真详两种不同的观点, 各路学者与政客纷纷撰文表态, 说法不一。 同时, 曾国藩当年是否图改删结, 毁灭了李秀成供词的问题, 也一并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热点。 就在史学界围绕以上问题争的不可开交之际, 1962年忽然传来消息, 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 原藏于香香荷叶堂曾氏家族的秘本《李秀成供》, 提签《李秀成亲供守记》。 这一悔莫如深的秘本, 据说是曾曰农于1949年离开大陆时秘密写往台湾的。 曾曰农与其姐曾宝孙一起离开大陆后, 由香港转赴台湾定居, 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临走之前, 他们带走了部分香香福厚唐曾国藩的藏书, 其中就有这部对考证太平天国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秘藏本《李秀成供》。 《李秀成供》出版的消息在大陆政学两届引起了震动。 有关方面, 很快派人通过香港购得此本鉴定。 这个影印本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诸笔、诺笔进行删改的痕迹, 篇幅比曾国藩当年的安庆课本多出九千余字。 经过多方鉴定, 影印本为李秀成供的真本内容无疑, 全本七十四页, 全页写满, 最末一页最后一句话是, 使我不知也如知。 全篇结束。 从写满的印码和书写的规律来看, 李秀成的话自未讲完, 下面应有延续, 至少要把如知这句话讲完, 何以成为影印本的现状呢? 这意味着李秀成最后一部分供词一定包含着更深的隐秘, 或者对曾氏来说极不利的话语, 为怕暴露于世, 曾国藩或曾家后人, 便有意把最后一部分撕去销毁了。 至于这个真本, 为何要在此时印出? 据罗尔刚推断, 因当时广西通质馆抄录本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这才迫使曾家后人不得不把原稿影印公布。 台湾影印本李秀成亲共首计传入大陆不久, 罗尔刚再度提出李秀成假祥说, 一时得到众多学者的呼应, 罗氏对李秀成这一颠覆性评价, 眼看就要成为不可撼动的铁案, 除报刊电台予以呼应外, 一些表现李秀成被俘后宁死不屈图谋东山再起的戏剧也纷纷出笼, 在全国各地上演。 令罗尔刚和他的拥护者想不到的是, 一只更加娇悍的黑马又从羊群中鸣叫着窜出, 此人便是号称史学界新锐的七本语。 年轻气盛的七本语在题为凭李秀成字述, 并与罗尔刚、梁姑鲁、吕吉义等先生的商榷译文中, 对罗尔刚等人的评价再次进行了颠覆。 文章说,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中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 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字述, 这个字述从他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 但是从他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字白书。 最后的结论是, 忠王不忠, 李秀成是叛徒并认贼作父。 七本语一文一经发表, 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震动和争论, 各色人物纷纷表达不同看法, 致使争论成越演越烈之势, 最后演化成文化思想界最高层的一场角逐。 当年被鲁迅斥指为四条汉子之一, 此时掌控中央宣传部的周扬, 对七文观点予以否定, 但自称文艺界流动哨兵的江青出于政治目的事实跳江出来, 明确指出周扬等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正官场得意且不明就里的周氏及其一帮大小喽啰表示不服, 双方你来我往地交起手来。 江青一看, 自己的威力不足以制服周扬等辈, 将七本语的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读了七本语的文章和 中王李秀成字述原稿影印本之后做了如下批示。 白纸黑字, 铁正如山, 晚节不忠, 不足为信。 随着这十六字手遇的传达, 江青握到了上方宝剑, 韩心闪过, 周扬等几条汉子于亢奋中勃起的头颅当场蔫了, 角逐的大幕轰然落下, 李秀成被定性为 中王不忠。 既然大事已定, 明白过来的周扬急转行舵, 迅速指示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 发布通令, 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 不要发表和演出。 于是, 正在上演的话剧《李秀成被封杀》, 而竭力主张李秀成、 贾祥、 中王海中的罗尔刚等人, 自然就成了 站在革命对立面的人物, 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式的帽子, 加以整肃。 一时间, 文化思想领域又掀起了一个批判李秀成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 红秀权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革命的农民领袖, 杨秀卿定性为野心家, 为昌辉, 为阶级异级分子, 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 李秀成为不折不扣的叛徒, 整个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可谓红脸、 黑脸、 花脸、 白脸各有所得, 各得其所了。 就在太平天国历史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边来道去, 主要人物头上的钢盔不断变换的十余年间, 蹲在南京博物院的曾昭玉, 以一种复杂的心境, 密切关注外界的一举一动, 只是不管红秀全、 杨秀卿、 维昌辉、 石达开, 特别是争议最大的李秀成头上的钢盔如何变化, 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贵子手曾国藩的黑色钢盔, 则无人为之更换。 不但没有更换, 随着李秀成共的争论与台湾影印本的出现, 一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向整个曾氏家族袭来, 一直对曾家后人迟迟不肯交出李秀成共真本大为不满的文化学术界人士, 对留在大陆的曾氏家族人员未能保住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 却让一个曾约农偷偷写往台湾, 并且与国民党掌控的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更是满腔恼怒, 强烈怀疑曾国藩本人与其后人的险恶用心。 这种愤怒和怀疑十几年之后仍不能从心中消失。 正如罗尔刚后来所说, 曾国藩为什么不肯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交给清廷呢? 这就是陈寅克先生所说的不可告人之隐。 不可告人之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上面所举曾国藩那些欺骗清廷损人利己和把现存原稿七十四页以后毁灭的秘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渡北归, 本书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据罗尔刚说, 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余大枕早年久闻母亲曾广山说, 太平天国中王李秀成被俘后劝曾国藩反清为帝, 曾国藩不敢随匆忙把李秀成杀掉。 当批判李秀成运动在全国展开之后, 余大枕把李秀成劝曾国藩反清为帝的家传旧文, 写了一份材料托人送给了周恩来。 因试涉敏感, 从淮河流域老前辈李鸿张处得到处世真传, 周恩来一直到死也没给余大枕一个回复。 1977年秋, 苦等周世结果而不可得的余大枕, 值得退而求其次, 于重病中用莫比亲自写了一个记录给罗尔刚, 叙述家传往事。 1981年3月2日, 罗尔刚把余大枕所言在《广西日报》公布。 罗尔刚的激愤之词, 代表了学术界多数人的态度, 曾一度影响了最高当局, 并引起部分领导者的不快。 宏吉一时的史学家范文兰也随之畅贺, 撰文声称, 曾国藩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和汉奸贵子手。 在如此的政治形势和语境下, 身在文化、文物界且主掌一个国家级大型博物院的曾昭玉, 自是矮感焦急, 痛苦不堪, 又不能公开言说, 只有私下像要好的友人诉说心中的苦闷。 有一天, 曾氏满面悲愤地对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贺昌群说, 范文兰说的汉奸贵子手曾国藩, 怎么也想不通, 说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贵子手是不错的, 但说他是汉奸, 我们曾家绝不能接受, 因为这不是事实。 1963年春, 曾昭玉借到南方出差之机, 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吟客, 就台湾营印本李秀成亲共守纪仪式与陈氏进行了密谈, 所谈内容和计谋的应变之策, 外人不得而知, 可以想象的是, 话题自然涉及曾国藩, 乡军与太平军等陈年旧事。 当曾昭玉说到, 预购海外新印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的贡状等事宜时, 陈吟客也一定为自己祖辈与曾家三世之交, 以及祖父陈宝珍在为曾国藩幕僚期间曾师济活勤幼主弘天贵符之事, 与心头涌出一种白云苍狗, 苍海桑田, 聚散无常的感触。 前锋六年, 陈吟客祖父陈宝珍以举人身份入京参加会试, 吴帝、刘金居三年。 前锋十一年, 陈宝珍难归刑母, 使曾国藩以两江总督之职囤住安庆, 陈氏前往拜业, 曾氏已为上宾, 经其才学实践, 欲为海昧其事。 后,陈宝珍离江西入曾国藩幕府, 曾氏见之惊喜交加当即疏有, 半杯执酒带军温等聚已免。 同志三年, 湘君攻陷天经, 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符在李秀成、 洪仁甘等陈辽将士护佑下, 与众宗室殷亲出逃。 陈宝珍断定, 洪氏一行, 必逃往瑞金, 立即向乡君将领习宝田, 献其策, 于广昌石城间设符。 言, 幼主出逃, 奔移数千里, 日夜即行, 子众妇女相随属, 见无追君, 备慎, 行必缓。 我急驱监道, 要击广昌石城间, 寇可灭也, 习依其迹, 果在道中, 俘获太平天国诱主洪天贵福吉, 洪仁甘, 黄文英, 洪仁郑等重要人物。 陈宝珍由此明动功心, 声部朝野, 从此踏上了仕途近身之路, 官至湖南巡抚。 其间, 曾家与于家、 陈家建立了姻亲关系, 交往更趋亲近密切, 因而陈寅客在追悼曾昭玉诗中有, 《论交三世旧通家剧》, 通家是交也。 当年, 曾国藩特别赏识逾越花落春仍在的诗意, 如今是落花流水春去也, 寒风苦雨中, 已是英雄池暮, 美人白头, 只有我自无语向天行啊。 就在曾昭玉访问的当日, 陈寅客与仓怀哀愁中赴诗一首, 银海光霄血满天, 重逢病足被欺燃, 奸蝉落下游余地, 维渡城南莫问天。 雄信献词传旧本, 昏明灰节化新烟, 论交三世无穷义, 土象衣窗并踏边。 因陈寅客的诗向来以隐晦奸色著称, 又有一套独特的密码系统, 后来的世家虽破译了奸蝉, 指奸水、蝉水, 皆流经洛阳注入落水, 后泛指洛阳, 而此处的洛阳又欲指曾昭玉所在的南京, 以及善雄信为王世冲的将领, 与李世民为敌, 而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将领, 与曾国藩为敌, 献词, 犯人供词, 此句扣锦师题所指的 李秀成亲共首记等诗句的寓意, 但仍难读懂和全面破译陈诗中隐含的密码。 随着曾昭玉与陈寅客先后谢氏, 二人的谈话内容更不为外界所知。 稍能透露曾昭玉在批判李秀成运动中内心活动与应变之策的, 是1964年曾氏所作读李秀成字述首记诗两首。 一伙精灵万乌虚, 焚身犹豫旧驰驰驰驰, 百年心事分明在, 试读明王自白书, 万家春树赶身思, 相枯江南尽泪痕, 身后是非水省时, 欲从一墨共昭魂。 有矿代功勋矿代财, 晴天高筑负微催, 缘和一朝差终局, 百战英明负劫辉, 红毛带月虚于事, 取舍分明是丈夫, 寄世人虚拙意, 亲仇有戒莫模糊。 诗中的缘和一朝差终局, 百战英明负劫辉聚, 当时曾昭玉仅跟刑事, 对一定调的叛徒李秀成, 因最后十几天投降便捷, 而使一世英明赋予劫辉的恶腕叹息。 最后两句, 当时警告活着的人, 对轻如红毛, 与众如泰山这般人生大事, 一定要想好想开了, 不要稀里糊涂的亲家与仇寇不分, 把本是狗熊一样的反革命分子, 当成革命的英雄, 或向罗尔刚最初称颂的反革命的英雄来对待。 特别是最后半句, 即使痛惜李秀成任贼做父, 不该启祥于伪君子反动贵子手曾国藩, 同时旗帜鲜明地宣誓自己, 爱憎分明, 界限清晰, 坚决与罗尔刚所一口咬定的,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的巨魁曾国藩, 决烈。 当曾昭玉独自趴在南京博物院一间, 空记的屋子里写下这首诗的时候, 正是李秀成遇难一百周年, 曾是这首再严酷的政治压力, 和为自保而苦心孤义引出的诗行, 与一百年前李秀成深陷淋雨时的共状对比, 自是令人怅然太息。 而这个时候, 李曾昭玉身死淋骨塔, 还有不足一年的时间。 批判李秀成运动方形为哀, 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四亲又成燎原之事, 这场自1962年底开始的, 由中国农村逐步推开的政治运动, 最初的口号是, 轻公分、轻账目、轻财物、轻仓库, 后来扩大为大四亲, 即清查历史、清查思想、 清查政治、清查经济运动, 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清查中, 斗争对象由农村和城市的贪污腐败分子逐渐出现, 带有个人恩怨和严重政治倾向的阶级斗争, 重点集训、 代刚盔、 立法规、 搜查、 踢斗、 群殴等现象开始大规模出现。 这是全面混乱的十年文革的前奏。 在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中, 曾在学术界红极一时不可一世的红色巨头杨献珍、 孙野芳、 简博赞、 偶尔刚等辈, 遭到公开点名, 并被当权得势者提着脖子拎出来, 大加批判。 曾昭玉虽在此前的几场运动中侥幸躲了过去, 但当运动来临之时, 感到了一种更加剧烈的痛苦、迷惘与恐惧。 按照四查的行动原则, 曾昭玉除了自信经济上无问题可查, 历史问题则无话可说。 曾氏家族被定为反革命历史家庭, 已是铁板钉钉, 且这个钉子还是拐了弯的铁案。 而在思想政治上, 曾氏始终认为这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剑, 时刻有落下并刺向自己头颅的可能, 必须拼尽全力来应付这场对自己凶多吉少的风浪。 此时, 曾昭玉的身体已大步如前, 明显销受无力, 无精打采。 这年三月, 曾昭玉在巨大的压力下导致精神崩溃, 患上了忧郁症, 不得不入住南京丁山疗养院接受医治。 1964年12月初,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 当曾昭玉躺在病床上收到胖金的代表证书时, 先是目光呆滞, 毫无表情, 然后潸然泪下。 宋证书者一看对方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 随好言相畏, 令其放下一切思想包袱与生活繁忧, 勇敢、 理性、 热情地投入伟大的四亲运动中来, 展开双臂拥抱火热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云云。 面对风雨共济几十年的老同事那充满善意和真诚的目光, 曾昭玉欺然地说, 别再宽慰吧, 我不行了。 此时曾昭玉的心境如同曾国藩晚年, 心力交瘁, 但求宿死的诅咒, 他心如死灰, 感到活着已了无生去, 对生命的最后一点留恋随风飘散。 十几天之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日, 曾昭玉主动提出要用南京博物院的小轿车 送为他治疗的医生回家。 当送回医生之后, 他对司机淡淡地说, 去陵谷寺吧, 我想散散心。 司机会议, 驾车向陵谷寺驶去。 陵谷寺, 位于南京中山陵东, 最早修建在紫金山独龙复, 是紫金山风景最盛之区。 原名开膳寺, 乃南朝梁天建十三年, 梁武帝肖炎为藏其师宝质和尚所建。 寺内藏有明僧宝质和尚遗骨, 造有至宫堂, 唐代更名宝宫禅院, 南唐改称开膳道场, 被宋称太平新国寺, 明初改名蒋山寺。 明洪武十四年, 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在独龙复建明孝陵, 随将寺于塔, 迁移于后来的中山陵附近, 并改名陵谷寺。 当时的陵谷寺规模庞大, 占地五百余亩, 山门尚书天下第一禅林, 后寺院毁于兵险, 仅存无良殿。 清同治六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原址上修建龙王庙, 成为民众祈雨之地。 1931年, 国民政府在元寺旨, 使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1935年建成, 在公墓的中央, 安葬了1932年128松户抗战中阵亡的128名将士的遗骸, 其中有威名赫赫的十九陆军70名, 第五军与宪兵团58人。 这些名字作为中国国民党军人顽强精神的象征, 受到社会各界的展仰纪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 此处改名为陵谷公园, 但习惯上仍称陵谷寺。 寺内有一标志性景点, 临谷塔, 塔高66米, 九层八面, 底层直径14米, 顶层直径9米, 为花钢石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 1933年建成, 当时称镇王将士纪念塔, 俗称九层塔。 塔内有螺旋式台阶绕中心石柱而上, 即252级, 每层均以蓝色琉璃瓦披盐, 塔外是一圈走廊, 狼颜有石蓝维护, 宫游人平蓝远眺。 塔上有蒋介石亲笔手书《经中报国》四字, 以及蒋介石所传《黄浦军校》第一至六七同学录续各一篇, 分别由戴季陶、张靖江等国民党元老书单。 曾昭玉乘坐的小轿车, 悄然停在了铃骨寺前。 他把一包苹果送到司机怀中, 轻轻地说, 请你吃吧, 等我一会儿。 说币打开车门, 匆匆向铃骨塔走去。 在塔下查试, 曾是逗留沉思, 又拿出笔在一个小字条上写着什么, 写完将纸条装进大衣口袋。 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似乎感到了一点不祥气息, 急忙汽车走进查试。 曾昭玉表情木然, 把大衣脱下交给司机, 让其在此稍候, 自己要到塔上散心, 岩壁即登上塔梯向上攀缘。 十几分钟之后, 外面游客呼见高耸的铃骨塔上, 一个身影凌空一跃, 如同天空一朵瑰丽的彩云飘然而下。 游湖间落入枯草丛生的石阶, 鲜血喷溅处,枯草被染成殷红。 一代女节, 与世长辞。 据有关部门派来的验尸者说, 曾氏是从临鼓塔第七层跳下, 属自杀身亡, 后在其交于司机的上衣口袋里, 发现一个小字条上写, 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由于记载曾昭玉生命的轨迹, 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手材料, 因复杂的历史原因未能公布, 不免让外界对曾氏的死因产生种种猜测, 甚至妄言。 当时任南京博物院办公室秘书的梁白泉回忆说, 曾昭玉跳楼之前, 曾投到油桶一封信给我, 他死后, 全院被有关部门封锁, 这封信落到了省委统战部有关人士手中。 上面写的什么内容, 我现在仍一无所知。 据梁氏推测分析, 曾昭玉的自杀, 除无休止的政治运动, 牵涉曾氏家族与他本人, 使他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造成巨大心理压力, 还有下面几件典型势力, 也是导致他最后走向毁灭道路的深层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地主阶级被打倒掀翻, 除了被押赴刑场或枪决或乱棍打死, 乱刀砍死外, 其最小恶少的地主家属, 如老人与狗崽子, 外加狗腿子等大多被扫地出门, 流落街头。 湖南香香荷叶镇增加, 一个老年狗腿子, 头戴瓜皮帽, 眼戴老花性的帐房先生, 在被扫地出门后, 因一时生活无浊, 于五十年代早期, 辗转来到南京求助于曾朝玉。 当年在家乡生活的曾大小姐, 是在帐房先生的尊崇与爱抚下, 一天天长大成人的, 二者自有非同寻常的感情。 尽管适隔多年, 面对故人求助, 曾朝玉毫不犹豫地接待了他, 并做了力所能及的招待和救济。 大约与这位帐房先生, 在南京见面的某个夜晚, 二人谈到了香香荷叶堂, 曾氏家族的情况, 以及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险恶处境。 出于一种自保自救的心理, 曾朝玉把一只鸭在他乡底密不识人的 乡乡曾氏家族的地气、房气等, 被中共认为变天杖的证据全部秘密烧毁。 后来随着精神洗澡不断深入, 曾氏猛然顿悟, 认为当时应该把曾家的变天杖全部无条件地交给组织, 不应由自己悄悄烧毁。 力感这是自己所做的一件对党对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行, 随产生了悔恨责己之心, 精神压力骤然加大。 梁白泉的说法得到了书面材料的支撑。 曾昭玉在向组织提交的供词中在谈到我的童年一段时说, 在我满六岁的时候, 母亲即从衡阳请了一位贫寒的读书人来做我们的老师, 此人名曾小平, 从辈分算是我们的叔父。 另据曾昭梅回忆说, 祖书小平老师从解、昭玉、昭义教起, 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 解学得最精, 诗词歌赋无所不能, 后入义方攻读六年, 学行俱佳。 一九二零年, 曾昭成与昭伦兄弟皆在国外留学, 而这一年天下大乱, 土匪活动猖獗, 曾昭玉全家整日生活在恐吓之中。 曾昭玉回忆说, 我们不敢在家里住, 总是这个店户家住一天, 那个店户家住一天。 回到家里来也是偷偷摸摸的, 晚上读书, 点灯的时候要把窗户全遮了, 怕外面看见, 夜里不敢在正房里睡, 躲到书楼上去睡。 我们孩子们还把砖砌成一个个的空洞, 准备土匪来的时候躲进去。 有几次听见门外响动, 竟从床上爬起来往菜园里跑, 准备月墙逃走。 这种恐怖的生活, 使我对于这个古老的家庭, 老是怀着一种阴森忧郁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 有一天曾家被一股强悍的土匪抢劫, 曾昭玉的祖父与父亲等人皆遭土匪绑票, 曾家陷入混乱。 小平师除了负责曾氏子弟读书, 还四处奔波求助曾家的亲朋好友, 设法营救被绑去的主人。 主人被救回之后, 小平师兼任曾家的帐房。 1925年, 曾昭玉祖父曾继良去世, 家中的气氛一片悲哀, 曾氏姐妹每日与夜师曾小平一起在书楼上买手读书。 有一天, 曾昭玉的大妹曾昭玉, 因躲在黑暗的书楼上读书, 不慎从楼上坠落, 把手腕跌断, 医治甚久方域。 接连的痛苦折磨和忧郁的环境, 使得曾昭玉不愿再待下去, 她与母亲反复商量, 恳求离开这里, 加上两位哥哥的支持, 母亲终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渡北归》, 本书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 1948年4月, 小平师辞去教职兼账房职务, 告老还乡, 曾家给了这位夜师一份抚恤金与妥当安排, 使其能安度晚年。 令曾家和这位小平师意想不到的是, 一年之后, 随着曾国藩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柜子手的定性, 这位熟师自然成了地主阶级和汉奸柜子手的孝子贤孙, 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与控制, 最后被驱除家门流浪街头。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活背景下, 小平师一路流浪来到了南京博物院, 找到了他一手拉扯成人的曾大小姐赵玉, 而此时的曾院长一见夜师如此落魄狼狈, 自是百感焦急, 泪眼婆娑, 领回家中热情招待, 一切都不在话下。 此处有个至关重要的情节, 就是梁白泉说的这位帐房先生, 把他掌握的曾家的地区, 或者还有其他家产帐幕交给了曾昭玉, 这些东西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后的新政权严密控制下, 再度浮出现世, 对曾昭玉产生的心灵震撼和惊恐是不言而喻的。 也正是这种突然而至的恐惧, 使曾昭玉在两难的抉择中选择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明智的做法, 一把火烧掉, 只是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历史的诡调处在于, 那位小平师没有在烧掉之后当场死去, 使此事做到死无对证, 而是活着回到了原籍。 如此这般, 事情变得严重起来, 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 一个个运动不断展开与升级, 已回到湖南老家受到监控和镇压的帐房先生, 如果经不住世道人心的诱惑或同头腰带抽打的折磨, 被迫泄露天机, 并供出与曾氏合谋销毁了地主投资的变天账, 后果不堪设想。 一旦追查起来, 曾昭玉无疑是对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背叛, 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论处自食必然或革职查办, 批斗或蹲几十年身劳大狱, 这种彻入骨髓的恐惧, 随着时间的延迟和政治环境的恶化越来越重, 成为导致增势神经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二, 1946年10月, 中央研究院施与所与教育部在南京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 内部传说是专为蒋介石助寿, 当时参展的教育部只是个名义, 具体承办者是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作为总干事的曾招玉自然成为具体的操作者。 为此, 曾氏主持了展品的选择, 并对展品的设计做了具体指导, 开幕那篇曾招玉以主持者的身份接待了蒋介石、 宋美龄夫妇以及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与太太凯瑟琳等高官显贵。 这一段历史, 曾招玉在1951年的共状中曾向组织做过坦白交代。 1946年10月, 我同博物院许多人员复员到南京, 中央研究院施与所与伪教育部联合举办了一个文物展览会, 据说未替蒋介石助寿而办的, 不过外面一点没有表示出来, 找我去临时帮忙。 当蒋介石与宋美龄陪着马歇尔夫妇来参观的时候, 我还去招待了他们, 特别是马歇尔太太。 蒋介石一行参观时有大批中外记者随行, 并有大量照片发表于报刊, 这个事实曾招玉自是心知肚明, 硬抹是抹不掉的, 只有根据中共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口号, 加铁律,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试探着招供。 但从这几句短短的供词中可以看出, 曾招玉确实算得上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快速蹚过讲诵这对战犯夫妻, 与马歇尔这个美帝国主义走狗等, 潜伏着凶险暗流的联合板块, 接着滑向马歇尔夫人一边, 并以特别二字抱住了这位黄发碧眼的凯瑟琳女士。 曾招玉知道, 在薄如白纸的光滑冰面上, 夹在几位全要显贵之间的凯瑟琳夫人, 离中国的政治最远, 脚下的冰层最厚, 身处政治危机中的曾招玉, 在不能撇清或抹掉这段历史事实的处境中, 这个供词着力点是明智的。 然而, 与蒋介石的瓜葛并未到此结束,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在中山门新落城的陈列厅联合举办展览会, 中国方面奉献的展品有商周铜器、 汉代文物、 历代帝后像及中国西南及南部民族文物, 以及印度名画,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 安阳阴虚出土的著名的私母物大方鼎, 此鼎由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在抗战期间 于地下商代林墓中盗掘而出, 后落入驻玉北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莲之手。 1946年,蒋介石60岁受诞时, 王仲莲敬献此顶作为寿礼, 蒋介石把这件礼物批转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藏保管。 当展览会开幕时, 蒋介石受邀前往出席典礼顺便参观了展品, 在参观中, 曾昭玉作为中博筹备处的总干事和联合展览的主持人之一, 为蒋介石一行进行导游和讲解。 蒋介石这一次显得特别高兴, 但兴致勃勃关闭, 特别在大厅内率群辽与主办方负责人合影留念。 这是曾昭玉一生中唯一一次与蒋公的正式合影。 但到了江山一主政权更迭之后, 曾氏意识到当年与蒋贼界石那张合影 很可能成为自己反党反人民拥护蒋家王朝的罪证, 而要全面销毁也不可能, 虽惶惶不可终日,惊悚而不能安寂。 三,曾昭玉当上南京博物院院长后不久, 深感江浙画家在明清画坛上的重要地位, 而当年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自成立之初, 就特别注重这一方面的收集并有重大收获。 只是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 包括文明于世的历代帝后像、 唐明皇姓属图等约三万件一流藏品, 皆被国民党运往台湾, 所剩无几且档次较低。 在道统上程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一博的南京博物院, 仍打着以历史与艺术收藏、研究、展出为主题的招牌。 若要做到名副其实, 除了田野考古发掘所获出土文物, 另一个侧重点必须主动到社会上征集说话作品, 以充实馆藏和展出。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自1950年时曾昭玉率领同事为此奔波, 取得了极其理想的效果。 至1960年短短的十年时间, 南京博物院征集的书画达到了一万余件。 明清以来的《无门画派》、 《扬州八怪》、《精灵八家》、 《海上画派》等作品皆有斩获。 其中步伐如《颜刺品》、 《刺剂木牛图》、 《下规坝桥风雪图》等真品。 后今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 其品级位列全国第三, 仅次于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 就在书画征集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意外插曲。 时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郑山尊, 有一位叫庞曾和的亲戚, 庞是著名海内外知名大收藏家庞来臣之孙, 在苏州继承了家族遗留的大量书画文物。 正是出于爱国热忱, 在征得省委宣传部同意之后, 动员庞氏把祖上留下的这批珍贵文物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庞为之所动, 随专门挑选了137件自宋志卿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品, 如宋徽宗召集的瞿玉图, 黄公望的复春大领图, 吴振的松泉图, 倪云林的丛皇竹石图等, 国宝级文物捐献给南京博物院。 庞曾和捐献的这批虚宅藏画, 正如文物专家赵启斌所言, 无论就学术意义, 还是文物价值确实非同一般。 这批藏品对于南京博物院展开学术研究, 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也为南京博物院的学术繁荣做出了特殊贡献。 尽管有如此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 但庞曾和不图一分钱之力, 主动谢绝了南京博物院本该奖励给自己的2000元现金, 主持接收这批书画的曾昭裕, 面对庞氏的一举, 深感过意不去, 便用这笔钱对庞曾和做了一次高规格的款贷, 即在南京某有名的餐馆好吃好喝了一顿, 而后又为已故的收藏家庞虚斋做敏寿, 客有宴台一方送庞家做纪念等等。 当政治运动到来时, 有人提及此事, 认为曾昭裕大吃大喝并搞资产阶级腐朽迷信, 曾氏对此事无法辩解和说得清楚, 内心的痛苦进一步加深。 4.1964年, 毛泽东明确提出城市无返, 农村四倾, 并向各地派驻工作队, 这个运动原来与洁身自好终身爱系羽毛的曾昭裕沾不上边, 却触动了他的一块心病, 其病原事。 1954年, 曾昭裕主持山东宜南画像石墓发掘过程中, 与山东博物馆派出协助的文物专家, 台立业, 蒋宝庚建立了友谊。 蒋台二人年轻气盛, 工作时经常调侃, 不安世事的台立业自称姓台湾的台, 蒋宝庚则自称姓蒋介石的蒋。 当反右风暴一来, 台蒋二人便被作为人民公敌, 台湾老蒋的孝子贤孙打成了右派分子。 尹老蒋的姓氏比台湾的名响亮得多, 罪过也就严重得多。 台立业仍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而蒋宝庚被打成极右, 停薪停职, 发配到一个偏远农村, 劳动改造, 家人全部随网。 没过多久, 令人弹指色变的三年自然灾害到来, 蒋宝庚一家生活陷入困顿, 全家人几遇饿死, 走投无路中, 蒋宝庚便偷偷写了一信向曾昭玉求援。 面对昔日的同志, 今日的反动分子, 曾昭玉思虑了许多, 最后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匿名给这位落难的老蒋游记了三十元钱。 乐善好施, 本是有家教学养的中国女性一种美德和高贵品性, 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刚的政治风浪下, 却是一种极大的冒险行动。 尽管老蒋心知肚明, 没有吭声, 几年来南京博物院也没有什么风声传出, 但曾昭玉一直放心不下。 当四卿运动来临时, 曾氏心中打起鼓来, 因为双方不能通信通电, 严明此事, 曾昭玉对老蒋的情况无所知晓, 更增加了几分神秘和恐怖。 假如这位憨直的大罪老蒋把不住门, 或在劳动改造中突然提高了政治觉悟, 决定反水立功, 把三十元钱的旧事先动出来, 曾昭玉无疑成为引火烧身, 站在党和人民对立面的反动分子, 后果不可想象。 五, 与四卿紧密相连的是针对城市的吴返, 其中一个重点是在城市划分阶级成分, 江苏为中央确定的试点省, 关系重大。 曾昭玉深知自己的家庭背景, 无论如何表现和撇清, 这个吴返与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 而恰在这个时候, 已经有人开始对他在运到台湾南迁文物中的责任开始清算。 因而, 当江苏省的吴返开始不久, 曾昭玉便认为, 大限将至, 精神高度紧张, 直至精神全面崩溃。 当他闻讯自己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时, 不但没有解脱, 反而压力加重, 认为自己身心沾满了污泥浊水, 不配做人民代表。 当时, 梁白泉奉命每周一次到丁山疗养院去看望曾昭玉一次, 并带去相关信息。 梁白泉看到, 此时他一脸目燃, 眼光呆滞, 并没有要去北京开会的意思。 在深深的自责与恐惧之中, 痛苦至极的曾昭玉最终决定, 远离红尘滚滚的三千大千世界, 孤身一人驾鹤西去。 曾昭玉于临鼓塔上纵身一跳, 不禁令人想起了王国为颐和园的自臣, 想起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悲怆遗言, 想起了陈吟克那,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 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必敢苦痛, 待非出于自杀, 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易尽也的精辟红论。 同时又让人想到屈原在蜜罗江的自臣。 此前, 曾氏为其诗胡小时所撰的墓志中, 特地点出他生平所最智力的三大领域, 即古文字之学、 书学和宠词之学。 这也是曾昭玉得益最多的三个方面, 处词之学对于出身于处地的曾昭玉来说, 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曾家老母亲对包括他和曾昭伦在内的七个子女都交读过屈原的作品, 曾昭玉后来还写过《独处词九首之类》的诗作, 如《哀无声之无乐兮》, 忧独处乎山中, 无不能变心以从俗兮, 故将愁苦而终穷。 屈原不能变心从俗, 但两千年后的曾昭玉却能。 晚年居住于南京, 且与曾氏有往来的世家子弟陈方克也能。 如陈方克就曾说过, 人不可俗, 但也不能不随俗。 陈氏所指的俗可认为是社会风气和政治形式。 青少年时代风流成性, 整日在脂粉中长扬磨蹭的花花公子陈方克, 与他的兄长陈寅克在性情处事等诸方面可谓大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 陈方克经过不断的精神洗澡, 思想乎于一夜之间发生了突变。 陈的一位同事后来说, 陈方克能在党领导的期刊编辑部处理文史稿件, 与党内同志相处融洽从无见言, 学习时政三言两语颇得要领, 真是日对千兵不犯一会, 对世道人心皆有把握, 处事圆滑贤熟的一事炉火纯青。 迎克与方克兄弟二人的巨大差异, 真让人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之好凯。 曾昭玉经过洗澡之后, 基本上也按这个路数走了下来。 他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颇受尊重, 因一直未婚, 孤身一人在博物院生活, 外间俗事, 少有牵挂, 特别敬业, 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之中。 五十年代早期, 他的办公桌旁挂有一张蔡元培的照片 和一幅毛宫顶踏片。 蔡元培是其精神领袖, 毛宫顶踏片则是他追求事业的象征, 也是他理想生活的全部内容。 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和各种运动风起云涌, 蔡元培的画像已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并与胡适同流合污的侏儒丑八之类的人物被他悄悄地扯下销毁, 代之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动手臂的巨幅肖像来指引他的精神航向。 在这一系列无休止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一日三省中, 曾兆玉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一旦出现一点疏忽或差错就痛心疾首不能自治, 终致走向精神分裂与崩溃, 直至向他的先辈曾国藩晚年所发出的身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绝望悲鸣一样, 以诉求一死的方式谋得解脱。 这便是一代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古文字学家死亡的几个主要脉络。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许多隐秘往往埋藏于历史深处而被人忽略, 除了曾兆玉在新的政权之下由于家族关系和个人思想观点而深感自责, 以及在多波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在刀刃上起舞旋转而产生的恐慌巨精。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癥结,就是曾兆玉折服在内心深处的孤独、孤傲、孤愤和耿介刚烈的性格。 这种性格与以蛮霸著称的湖南人脉管里流淌的血液有关, 也与他长期独身有一定的关联,即通常所说的老姑娘症事业。 对于此点,与曾是相识的博物馆学家陈精曾专闻问及抗战中在李庄的王世湘和罗哲文二人对曾兆玉的印象。 罗说,他很有学问,也谦虚,那时我年轻,他很能关心我,教过我外文,辅导我工作。 他自尊心很强,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得不得了,若对他不好,就不高兴。 而王世湘的评价与罗似有差距。 王说,在李庄时常见,他留学德国,跟李济傅斯年先生工作很傲慢的样子,也经常到营造学社去,但没有多大接触。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曾昭玉对王世这位燕大毕业的土包子学者的不屑,也见出王世湘并没有把这位海归女学者放在眼里。 文人相亲,自古已然,于是有人公开批评曾氏性格刚烈,说他孤傲、严肃、不依亲近,没有亲和力。 高仁俊是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1948年押运谷物去台湾。 高在赞扬曾氏的高贵品质,同时并认为上述那些说法不全然如此。 对此,高在文中举例说,在我押运谷物来台湾的时候,曾小姐给我一封介绍信,介绍他在台湾的兄长曾仲威先生。 信的主要内容是,当我在台湾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携带此信,去拜见他,定可得到帮助。 当日离乡背景渡海来台,总有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是大家都可理解的。 但是在这封介绍信中特别僵,如果我在台或不能久留,如需购机传票时,请他的兄长特为帮忙诸事。 书写在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渡北归》,本书由家家听书馆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或许有人问,曾小姐为什么会担心我在台湾或不能久留? 其实,全都是因为她相当关注同仁日常生活。 当时中央博物院押运来台的同仁一共有七人,除了领军的谭旦问先生, 以及同仁李林灿、周凤森两位先生已婚,并且家眷同行,其他人是知身来台,包括岸了明、麦志成、张银武和我。 我们这四人都未婚,其他三人是真正的光棍。 我虽然单身,可并非真正的光棍,正与一位女同事交往。 单身的曾小姐也注意到了,一方面积极安排当日的女友、今日的老伴、李锦小姐的来台,一方面又未雨绸缪地想到, 万一女友不能成行,未免于两地隔离,我可能在台不能久留,而必须返回南京。 软囊羞涩的我如何是好? 随意写了这封介绍信,以便必要时,可以请曾仲威先生协助、帮忙。 结果女友来台成为我的老伴,我也始终为去拜见这位长辈,忠心深感抱歉。 今日再度懒信,昔日的种种涌现,更能体会曾小姐对于属下日常生活关注的用心。 对此,早年曾受曾朝玉指导的曾宪洛同学许富超说, 先生是极之冷静理智的学者,也是心如赤火耿戒的性情中人, 在别人可以不以为意的言语气色,在先生很可能无法视之、置之。 这是先生的性格使然,也是贤者难为的短处。 许氏的评价应是公允的,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有了在他殒命之前偶尔露争容的一幕。 一次,曾朝玉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省理组织的一个民主党派座谈勿虚会, 会上众人符合主持者的说法说,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 焦头接耳中,曾朝玉突然站起身,大声说道, 我看你们都是宁臣。 众人大惊,立即哑然无声,待缓过神来,群起反攻,极言吏色地质问他, 我们怎么是宁臣? 曾朝玉似乎感到自己过于激动,也知道此举戳了马蜂窝, 所以转身离开了会场。 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除了曾氏骨子里暗含的一种对当政者的不服气和阿谀奉迎者的厌恶, 也是他长期精神压抑之后真情的流露和爆发。 或许,从这个时候起,曾朝玉开始反思他的人生历程, 以及江山一主时自己抉择的得失。 因这一时期的日记,一直藏于曾氏后人家中未能公布, 思想流变与具体的言辞不得而知。 但从曾氏自作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细节, 即他在自杀前曾写过一篇《我也来谈谈桃花扇的结尾问题》的戏剧评论。 在这篇评论中,曾朝玉为孔商人所创作的桃花扇对剧中人物, 特别是侯朝宗、李湘君两个男女主角的褒贬是合乎历史事实和恰当的。 但这出戏经欧阳与倩改为话剧后,人物形象遭到扭曲, 特别是结尾写侯朝宗赴清朝的相识,中了副榜为李湘君所唾弃一幕, 与孔氏原句大不相同且离谱太远。 对此,曾朝玉直言不讳地指出, 当看到戏剧结尾处侯朝宗穿着清朝衣冠出场, 那种卑鄙的样子总令人心中感到不爽, 觉得实在是有点委屈了侯朝宗, 甚或是一种人格侮辱。 按曾朝玉对历史史实和人物背景身份的把握, 侯朝宗在入侵以后是被迫应相识的。 侯的应试册也堪不于事, 那种很少阿谀奉迎, 稀徒得到新朝恩宠的言辞。 只是对当时政治经济上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而对顺治皇帝入关后贵族官僚弄权枉法, 指质颇为切直。 面对侯的试策和其他遗留的材料, 曾朝玉认为, 推侯之意, 这时满洲人统治中国已成定局要推翻已不可能。 自己既以应试, 爽幸尽些职言, 希望新朝政治修明一点, 老百姓少受点苦。 至于自己, 本无异功名, 重与不重, 在所不济。 当然, 假如侯朝宗当日尽高坠微科, 则很有可能他从此投身仕途, 不顾明节。 可是他的直言触怒了有关的人, 于是给他一个复绑以损害他的财名。 侯朝宗受此侮辱, 心中自然更加痛苦, 不久就跑到南方去了。 又说, 侯朝宗应试到底非出于本心, 应试后心中痛苦约三年而死, 与甘心投敌者不同。 孔商人在聚的末尾写造立访拿山林隐意, 就暗暗点出当时一些隐居的人的出山是出于不得已。 在他的心中, 侯朝宗是属于此类的。 至于借造立之口说, 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 从三年前就已出山了, 边答的是, 钱木齋之流, 侯朝宗不再其烈。 曾昭玉是很少写戏剧评论的,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篇, 可见它是有意而为之。 在叙述侯朝宗内心痛苦与不得已而出山, 最后愉愤而死的悲惨结局时, 曾昭玉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命运, 映射自己在改朝换代的新时代, 引逸山林而不得, 被迫出山的无奈。 而戏平中, 把侯朝宗的言行举动与甘愿详亲的钱木齋之流截然分开, 是否是对自己的自我标榜与评价, 亦或此时曾昭玉已预料到自己沉入酒泉之下, 后人会对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与言行产生误解或予以歪曲, 而特意把侯朝宗拉出来以明自己不可谓外人道的兴趣。 这是一个隐喻, 或许曾昭玉在生命的中途戛然而止的密码, 就隐藏于历史空隙这不经意间的偶然流露吧。 当曾昭玉血剑灵谷四时, 据说组织上已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只是为来得及通知他本人。 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姚谦把曾氏的死讯向江苏省委省政府做了汇报, 因当时中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自杀者太多, 没有人自杀便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 是自觉于党和人民的一种罪恶, 而曾昭玉又恰恰是在安葬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与蒋介石提字的灵谷塔绝命, 无疑由蒋介石经常提及的一死报党国的旷位, 自是一种超级罪过。 因了这种种只可议会不可言说的理由, 江苏省党政高层决定对曾昭玉之死秘而不宣, 不准家属到现场和活葬场看尸体, 并给南京博物院下达了三条指示, 一、不发复告, 二、不开追导会, 三、以家属的名义料理丧事。 在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坐镇指挥调度下, 南京博物院采取从速、从简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墓的方式, 将曾氏的遗体秘密收敛于一个木质博冠中, 于一个夜色朦胧、星光惨淡的黎明悄然无声地运出城外, 于牛手山脚下一个人际罕至的角落, 匆匆挖坑掩埋, 中国考古文物界一代女杰就此长眠于荒草野坟之中。 曾昭玉之死,如一盏蚕灯熄灭, 如此迅捷又悄无声息, 令他的同事亲朋故旧惊愕不已。 一种人生无常的感慨, 犹然而生。 事隔近两个月的1965年2月14日, 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客从曾氏后人信中得知这一噩耗, 于惊愕中悲不自胜, 当场流下了热泪, 随强称年迈体衰的残驱作诗一首, 以示静晚。 在这首《以示元席前》二日, 史文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玉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晚依律中, 一是76岁高龄, 双目全骨的陈寅客深情地追忆了两家三世之交的情谊, 对曾昭玉的独身生活高采短命发出了忧愤哀苦的悲鸣。 论交三世旧通家, 初见长安岁月蛇, 何待济泥知道运, 未闻许女配秦家, 高采短命人随兮, 白碧轻盈事可皆, 灵谷繁渊应夜枯, 天阴与诗隔天涯。 因曾昭玉的自杀, 在当局看来属于政治抗议和对党不满的表现, 当局对此草草埋葬不作声张, 曾氏的亲朋故旧自是不敢触怒天言, 自入牢笼, 只能仿效曾国藩当年奉行, 打掉牙和血吞的处事哲学, 默默哀悼。 此时陈吟客已被划为中幼分子, 受到革命队伍的监控, 时刻又被打翻在地的危险, 因而失诚之后不敢公开, 特别在赋言中交代, 请转交向绝明先生一览, 聊表哀思, 但不可传播也。 从后来辗转流传的诗稿看, 此诗不止一个版本, 或许是陈吟客怕被当局超莫销毁而特别逆流, 另一稿后四句为, 多才短命人贤兮, 一念轻生事可皆, 灵谷年年薰宝极, 更应流恨到天涯。 对曾昭玉的死, 陈吟客不能在诗中名言自杀, 只能隐晦地以逝世于林谷寺表白, 并特别著名不可传播, 可见当时政治高压和陈氏小心谨慎。 傅言中转交的向绝明及向达, 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陈曾二人皆与向达友善。 1942年9月至1943年5月, 向达以敦煌专家的身份, 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 出任考古组组长, 与副组长夏乃及弟子颜文儒, 前往敦煌及周边长城风水考察。 其间,向达与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的曾昭玉通信达29封, 信中详细介绍了沿途建文和考察经过, 以及经斯坦因等帝国主义分子劫略和破坏后敦煌的惨状。 这部分书信在曾昭玉去世15年后被发现, 并由南京师范大学于1980年刊部。 通关象征通信内容, 可见二人交情都厚纯美, 言辞、礼数堪称由士大夫脱颖, 转变为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新兴阶层交往的典范。 正是源于这样一种担胆相照, 心敌皎洁的深情大爱, 陈吟客才敢冒政治风险, 由岭南寄予远在北京的向达, 已是共同缅怀悼念。 陈诗中的前两句, 指陈家与曾氏家族自曾国藩与陈宝珍一辈起, 已有三世之交。 长安,一指国民党首都南京。 初见长安, 当指陈吟客与曾昭玉相识于南京。 岁月蛇, 一指二人相识已经很久。 三四句, 当时以东晋女诗人著名才女谢道运比尼曾氏, 并以谢道运与徐书秦家之典, 指曾昭玉虽有忠贞之情却终身未婚的身世。 五六句, 借陈子昂宴胡敬真敬听, 轻盈一向典, 白币随成冤聚。 欲指谗言陷害无辜, 以及曾昭玉因家庭和政治受诬陷而蒙冤酿成悲剧。 最后两句前后稿不同, 后稿中的, 邻古年年寻宝集, 一般解释指佛教殿堂建筑。 前千亿, 常干邪借秋道人守岁有, 头白黄门寻宝集, 香炉层捧玉黄西聚, 宜臣室此处寻宝集, 乃借前诗用词, 但据南京博物院考古学家陆建方世杰, 此句首先要追溯曾昭玉的身世。 曾氏之所以终身未婚, 除了家庭文化熏染, 更多的是与西方教会学校背景有关。 此由与曾昭玉本家曾宝孙、 曾昭玉, 以及金陵大学的吴宜芳和陵南大学的 喜玉卿等一代才女和社会名流为证。 这种独特的身世, 使之思想观念自然地倾向于宗教, 并受宗教的感染与不同程度的教化。 宝集应是指佛门修炼的一种境界, 也就是六道轮回和实法界中的最高境界。 佛教中的六道轮回与实法界说, 即预知和测定人死后生命灵体的归宿即飘向何方的命体, 按佛教中六道的能量级划分。 一级能量以下的生命灵体要向下坠, 坠入地狱道, 二级生命能量灵体下坠为轨道, 二级以上至三级的生命能量灵体进入畜生道, 三级以上至四级的生命能量体进入人道, 五级以上六级的生命灵体上升为天人道, 七级能量的生命灵体进入罗汉法界, 八级生命能量体进入菩萨法界, 九级能量的生命体入九级菩萨位, 即进入佛法界最高的宝籍, 从而成佛得道。 作为受东方儒家文化禁淫, 并有西方教会学校背景, 同时又对佛学教义颇为倾心, 并有一定研究的增遭欲, 对于生命的终结, 一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内心搏斗, 最后去意已绝, 便从容自若心如止水, 这从他死亡前的言行中便见得清楚, 其间的过程自是与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曾是将生命的终点选定在灵谷寺, 理由自使多多, 比如此处叫其他佛门寺院更加神秘优穗, 弥漫着灵异浓郁的神佛气氛, 但其主要的缘由可能还在于灵谷寺游废墟中重新兴起, 与曾国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曾昭玉的心中, 此处乃是镌刻着曾氏家族施以恩德, 佛家香火得以延续, 佛家教义得以行兴的, 具有明显历史印痕的神圣之地, 这个神圣之地, 就是曾氏家族光荣与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曾昭玉因了这份光荣与梦想而来, 更是为了心中的宗教理想而选择灵谷塔而去, 曾氏之所以从灵谷塔的第七层而不是最高的第九层跳下。 按陆建方的说法, 其内在原因就是曾昭玉认为自己的精神修炼尚未达到佛家所说的最高境界, 故从七层飘然而下, 进入心中的佛国净土与佛家所说的罗汉法界, 自此便是天音与诗隔天涯, 灵魂飞生世间万物不复见义。 继陈吟客的哀鸣与叹息, 引诸于武汉大学校园的沈佐芬文曾氏死讯, 由吕德顾仁书问, 一念紫雍书娟之事非不自胜六首。 前三首是悼念曾昭玉的诗文, 其中有游记云窗共一边, 即回风雨对床棉具。 紫雍即曾昭玉婊子, 沈曾二人早年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读书时相识相知, 并与杭书娟、游寿、玉宿秋、张伯凡、 徐品玉、张丕环、胡元杜、龙芷芳等同学 在中大校内六朝松下梅庵结成慈舍, 名为梅舍, 吟诗畅鹤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当年同学情深意后, 如今仍是两格, 审师格调分外哀晚凄凉, 独知令人泪下。 一九七四年, 沈氏在座《岁木怀人》四十二首, 其中一首为缅怀故人曾昭玉而作。 胡编携手诗成诵, 坐上论心久满伤, 长断当年灵谷寺, 摧微孤塔对残阳。 沈祖分夫婿当年金陵大学的同窗成千番, 为沈师监世云。 紫庸掌南京博物院, 魏高心计, 贤有鹏之乐, 无事家之好, 悠悠憔悴, 昼已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坠零古四塔, 享年仅五十有五, 伤灾。 曾昭玉血见灵谷寺撒手归天, 继之而来的惨烈政治风暴, 又将他的凶嫂连同近亲故旧, 同事友好, 推向了烟雾迷蒙的鬼门关。 1964年7月7日, 根据毛泽东提名, 成立了一个由庞真、 陆定一、 康生、 周阳、 吴冷戏组成, 以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 为职责的五人小组。 这个小团体后来取名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5年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登载邀文元,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对名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进行公开批判, 以这篇文章为标志, 为期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拉开了序幕。 1946年下, 西南联大结束之后, 吴晗邪夫人袁镇, 先抵上海, 于八月返回北平清华园, 住进了西院十二号。 这个房子位于王国为当年居所的前一排, 外观有点破旧, 据说是供给四等教授居住的, 但比起昆明的居住条件好多了, 吴氏夫妇很是满意。 据吴晗后来在清华杂役一文中说, 就在这所房子里, 我度过了两年多黑暗的岁月, 尽管外面的天是黑的, 这所房子里却经常有明朗的笑声, 热烈的争论。 吴晗心中的黑暗岁月, 自是指国民党的统治, 而所谓房子里的笑声和争论, 则是吴晗回到北平之后, 与北平民盟的汪俊、 沈亦凡等人员接上头, 并建立了联络。 为久, 北平市民盟主要负责人 刘青阳赴天津筹备 河北省民盟组织, 北平市民盟的工作便由吴晗主持。 这是吴氏出任民盟党派方面大员的开始, 也是接触中共高层步入仕途的转折点。 1947年初, 表面上形成的国共和谈再度破裂, 更大规模的血战即将爆发, 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决定 撤离北平。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渡北归, 本书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别时, 叶剑英、徐斌等在南湾子十三号吴玉恒家中, 举行了一场民主党派负责人知名人士告别宴会。 到会的有吴晗、 贪光弹、费孝通、许德恒、张希若、陈元、徐悲鸿、 钱端生、张东孙等三十余人。 叶剑英、吴晗等在会上分别讲了话, 会后, 徐斌把一台收音机送给了吴晗, 以便让其能及时收到中共方面的广播, 发动北平各大学师生配合中共的行动。 吴晗先是把收音机放入几位盟员家中, 派专人晚上收听广播, 记录并游印出来, 第二天秘密分发到民盟成员和一些师生手中。 由于收音机要安装天线, 很容易被国民党军警发现, 三五天必须转移新的地方。 有一个时期极度紧张, 吴晗通过关系把收音机放在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中, 才躲过军警耳目, 收听与记录、游印等事宜方得以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 吴晗利用清华大学教授身份, 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秘密联络点。 暗中与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崔岳梨、 王野秋、马燕祥等人联系, 召开秘密会议。 当时, 王野秋为国民党驻北平孙廉仲司令部少将参议。 根据中共指示, 王与孙廉仲手下的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心清一起, 试图策反孙廉仲, 伴水倒戈, 因中共设在北平的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特工人员破获, 抄去许多机密电文、 王野秋等策反之事败露。 于心清首先被捕, 而邦于向中共方面拍发电报的翻译员陈荣生文讯逃到吴晗家中。 吴晗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孙国良把陈秘密送往中共控制区。 陈荣生离去之后, 王野秋又逃到吴晗家中, 吴晗见世级, 一时又不知如何是好。 据王野秋事后对夏乃说, 袁晗见此情形果断地让吴晗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王。 吴晗犹豫不决, 袁晗竭力主张且态度坚决, 吴晗才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王野秋换上, 然后把他送出清华园。 经中共内线接应, 王野秋经天津转入河北中共实际控制区。 新中国成立之后, 王氏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等职。 吴晗的一系列举动, 引起了国民党军警的注意, 开始对其严密监视。 1948年8月20日, 北平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 欲逮捕危害国家的共匪嫌疑分子。 吴晗自知难以逃脱, 随烧毁家中所藏的民盟与中共秘密文殿, 坐等背勤。 由于清华大学校长没一期出面, 在军警之间竭力斡旋, 嫌疑分子全部疏散。 吴晗和当时已入军警名单的 所有人员无一被捕, 但后来吴晗还是从清华园秘密出走了。 关于吴晗出走的经过, 据当时的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林回忆, 1948年, 国民党派了一个叫陈继承的人 担任北平警卫司令, 此时北平局势已很紧张, 陈继承经常找各个大学的校长、 教务长、训导长到他家里去开会吃饭。 完了以后, 总要对校负责人们说, 学校里的学生闹得太厉害了, 要求学校当局限制学生运动, 并公开指责吴晗, 说他在煽动学生闹事, 要予以制裁。 有一次晚上邀请大家吃饭, 北大有胡适、 郑天亭、 清华的有梅校长和我, 师范大学有两位学生, 陈继承很明白地讲, 你们清华的吴晗闹得不像样吧, 要约束他了。 当时, 梅先生解释了一下, 他是个读书人, 也没什么, 也做不了什么东西。 在回来的路上, 在汽车上, 我就跟梅先生谈, 看样子恐怕吴晗有点不利了, 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保护他一下? 他就说, 我马上就找他, 找到后他说, 吴先生, 你得赶快走, 晚了不行了。 怎么样给他安排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具体安排要找他, 让他早离开, 是我参加了的。 吴泽林这个话, 当是事实或离事实不远, 梅宜齐是国民党中的名人, 但他一贯秉承自由民主的传统和校风, 总是顶着种种压力, 保护持不同政见的师生。 在昆明时就对文一多, 吴涵等人弄出的政治主张和做法, 表示反感和厌恶, 但在关键时候, 仍对其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 此为没事一贯的作风, 也是人格最为光荣的一面。 吴涵接到通告, 迅速开溜, 在中共地下党帮助下, 先到上海, 没过多久, 又秘密飞回北平, 旋转入天津, 与先前抵达天津的夫人袁振会合, 再由崔岳离派出的地下交通员, 送往河北一带中共控制区。 当年11月, 吴涵夫妇辗转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 河北省七百坡, 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 期间, 吴涵把自己写的朱元璋传修改稿, 呈给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对传中彭大和尚归宿的意见, 以及吴涵表示要按毛的指示重新修改文稿等预示着不祥之兆的故事, 都发生于此时此地。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和平解放, 吴涵随中共军队参加了入城仪式。 几天之后, 吴涵与钱俊端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 接管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仅仅是几个月前, 吴涵作为国民党捕获的对象而被迫逃离清华园, 而如今却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清华大学, 其爽快的心情和意气风发的态势可想而知。 据冯友兰在他的字述中说, 当1948年解放军围困北平城时, 中共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文管会张作人, 中林等人就找到清华校务会议成员, 讲了一堆好好维持学校之类的官话, 期间特别对冯友兰说道, 我们对于你的行动曾经做了估计, 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 当中央很重视你。 没过多久, 冯友兰被军管会任命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持全盘工作, 成了清华的一把手。 只是好景不长, 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认为, 逢是此人总是不能采取老实态度, 为人为学, 难堪重用, 必须让其靠边站。 于是解放军入城之后, 军管会负责人钱俊端来到清华宣布, 派吴涵为军代表, 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涵主持了。 已成为北大清华两校实际上一把手的吴涵, 在北平齐和楼清华同学会聚会上,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梅可以留在清华, 胡适走了好。 据当时听报告的清华校友林从敏回忆说, 那时吴先生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 听说是邓的扑克牌友, 邓总是称他为教授, 且以内定为北京副市长。 吴先生对梅诗与胡适先生的看法, 可以说是半官方的意见, 只是梅遗其没有听从谷的召唤, 也没有一级当年他冒险通知吴氏离开清华园的旧事, 最终还是由南京转香港把自己的老骨头埋葬于田恒之岛。 在清华园当了近一年太上校长的吴晗, 于1949年11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之职, 当初清华校友的传言并非空学来风, 自此吴晗开始了机遇与风险共存的幻海生涯。 早在1949年1月14日, 共产党军队炮击天津, 北平即将拿下, 在这个时候, 吴晗连夜给毛泽东写信, 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正在指挥千军万马, 准备南下, 他读过吴晗的信之后, 很快写了几个字作答, 我们同意你的要求, 为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 详情恩来同志面告。 由于资料缺失, 毛接信后的想法与周恩来面告的详情已不可靠, 想来毛周二人不会忘记三年前的这个时候, 即中国人民走上新的历史阶段, 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开始之时, 吴晗与张伯军, 罗隆基, 张东孙, 楚安平, 费孝通等被以所谓的第三者, 即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人民代表的姿态跳出来, 明确表示, 国民党不好, 共产党也不好, 国民党是内战的罪魁, 共产党也是内战的祸首, 你们都是反人民的, 代表人民的只有我这, 不左倾也不右坦的第三者, 同时, 毛周等中共领导人也一定不会忘记, 1946年1月, 武汉等人在联名制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的信中, 把共产党说成, 同国民党青年党士一丘之鹤, 并且以人民代表的口吻叫嚣道, 你们的党史, 你们的党纲, 你们自吹自擂的宣传品, 我们人民, 老实说, 都不大感兴趣, 同时, 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 咬牙切齿地对国共两党发狠话并威胁道, 两党相持, 人民受罪, 劫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